7月7日,韩国综艺节目英雄三国志正式开播。该节目由中国、日本、韩国三国嘉宾组成,主要面向热爱历史的观众群体,通过讨论形式挖掘中日韩三国历史。事情经过是这样的,在节目播出过程中,中日韩嘉宾一同讨论对三国的称谓。 主持人先是说道,我们韩国习惯称呼三个国家为韩中日。日本是不是习惯称呼韩日中?中国嘉宾表示,我们一般称呼中日韩。韩国代表表示有点无法理解,虽然每个人有民族自豪感,把自己的国家放在第一位无可厚非,为什么中国把韩国放在最后一位?韩国嘉宾认为中国应该称呼三国为中韩日。 在韩国嘉宾的追问下,中国嘉宾说我们是按国家实力来排序的,还有GDP什么的,所以排序就是中日韩了。现场气氛变得有些尴尬,韩国嘉宾更是露出了无奈神情。 不过主持人显然并不死心,又转而询问日本嘉宾,那么日本又是怎么称呼的?日中韩。 日本嘉宾说,韩国主持人崩溃了,大呼道,难道不应该是日韩中吗?为什么韩国不是在中间?这时候日本嘉宾送上神助攻,我们也是按照国家实力排序。 可以? 正解